大家都压力蛮大的 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 它是一个消费取向的一个社会 鼓励大量的消费 来创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动能 但是大量的消费的结果 其实也就是一个 大量举债过日子的一个生活 我想这个道理 只要用在现金卡 信用卡的问题 贷款的问题 大概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好 但回来 我们再来继续请教师傅 针对着台湾何去何从 教育这条路 怎么样子来切入 特别是从文化角度来切入 待会我们也听听献虎 从政治社会观察家的角度 来提供什么样的 回到仁爱和平讲堂 我想刚才师傅 其实用他对西方社会的一个观察 然后回到台湾这块土地上 他做了一些观察 我请教献虎 我们在台湾其实 真的是土生土长 长期在这边观察 长期在这边看台湾社会的变化 师傅刚刚所开出来的对治的药方 你的看法 师傅是用很柔和的方法 去接触这个非常生硬 很硬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湾现在处在一个危机 可是这个危机也有可能有转机 就是看选择 我引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 因为台湾大多数人 熟悉西方的这种接触问题的方法 其实讲出来是一个责任伦理 这个西方这几年也讲 不过这也是差不多他已经有超过一百年以上的历史 应该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 像德国最有名大概是德国的Maxwell 微博 微博 他谈责任伦理的时候 我觉得他谈的那三项 今天台湾呢 每一样都必须面对 他讲到这个责任伦理的时候 他提到热情 责任感 判断力 他的相对是什么 他相对其实这个哲学家就看到西方文明里头 有冷漠 那也有一个就是没有责任感 第三就是大家不判断 就是是否问题 所以他提出这个对峙 那我相信他应该也是熟悉的东方思想 他用西方语言来表达 所以他特别感到 在台湾过去 尤其是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时候 新马热的时候 很多人提到这是一个对峙 可是一点 一点都对台湾这个社会 不起作用 我觉得在思想上很多的知识分子 感受到那个需求 就是整个社会伦理 要怎么样落定 这样的问题 政府也有提出来 可是都没有办法落实的原因 我一直在呼吁一个问题 就是典范 其实这个典范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典范其实也不过是 这个素而不做信而好顾 典范要把典范把它找回来 那典范就典型是在塑洗 可是这个要透过整个社会力量 国家的力量 树立新的典范